好,各位同学,那么现在我们正式看出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我们先互编写新的接口 我们来看两个问题 我们先看一个问题 上节课我们的product recent 接口是可以正常访问的 我们取了五条数据 好,这个时候我做一个小小的更改 我们看一下 这个count 下面关于验证器这块 它是使用的字符串的形式都在 我之前为什么说字符串很容易出问题呢 我们举个例子看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两个验证器之间加一个空格 好,然后我再三倍一下 他会认为这个验证是不通过的 明明我们count 5是合法的 它既是这样的一个正整数 同时它也在1到15之间 但是由于你加了空格之后 它就不识别了 这个到时候我也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我写代码总是喜欢在连接符中间 前后各加一个这样的一个空格 你比如说看这里 我习惯于在等号的左边和右边加一个空格 但是这里就要提醒大家注意 这样前后加空格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这样的话代码会更加的好看和美观一些 但是在TP5的这个字符串里 你不要随便在他们中间加空格 我当时看这个问题 我当时随手写了之后 我找了很久找不到原因 然后最后我还是跟去跟一下它的原代码才发现 它在下面去它没有做空格的处理 所以说一定不要在里面加空格 好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是我们要学习一个知识点 然后还是到product的这个借口这里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的这个借口里面 summary的信息是没有用的 我们要显示的 只是一个商品的一个摘要信息 它包括图片名称 以及这样的一个价格 那么我们现在想把这个summary给隐藏掉 好 那么按照我们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们可以到product的下面的hidden 它的属性下面 把这个summary给加进来 好 加进来之后 我们访问一下 summary立刻就没有了 好 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我一旦在这里 把summary隐藏掉了之后 所有和product模型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些数据 都会把这个summary给隐藏掉 但是问题是这样的 这个summary肯定是对我们有用的 对不对 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特定的 当前的gather recent的接口里面是没有用的 好 那么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个冲突呢 大多数情况下面 summary都是需要显示出来的 特定接口里面 summary是需要隐藏的 所以说为了处理这样的一种情况 我们不能在这个hidden下面 把这个summary直接加进来了 我们需要用另外的一种方式 临时的来隐藏这样的summary的信息 好 那么我们在product的接口方法里面 对这个summary做一个临时的隐藏 好 打一个端点 我们进端点看一下 然后product之前我们也说过了 它是一个数字对不对 数字上面 你如果想去 逐步的去把这个summary去掉的话 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或者是说很繁琐的事情 好 那么怎么办呢 好 那么TP5提供了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是叫做 TP5里面叫做数据集 那么这个数据集表示什么呢 表示一组这样的一个模型 注意 一组这样的一个模型 它不是数组 这里我再次强调非常重要 它不是数组 它代表的是一组模型对象 好 我们看看怎么得到这样的一个数据集 我们定义一个connection 然后我们调用TP5提供的connection的助手环数 然后把products给传进来 好 那么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数据集的对象 好 接着我们来打断点看一下 好 进来了 我们看一下connection 注意 这里非常重要 它不再是一个什么 它不再是一个宿主 对不对 变成了一个connection对象 好 然后它下面有个atoms属性 这个atoms属性 下面又是对应的 我们刚刚的这样的一个product模型数组 好 那么有些同学可能会问 你这里不就是封装了一下吗 它其实内部还 它内部还不是这样的一组数组 不一样 我们说一下为什么不一样 这个我们放了等会来解释一下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先解决问题 然后再来讲它的一个好处和优势 好 我们把这个断点先走完 我们先处理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既然connection是一个对象 那么对象我们说了 它最大的优势 就是它有一组方 它可以定义很多的方法 来处理一些相关的问题 好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 connection数据集 它就默认有一个方法 可以解决我们临时以偿自断的问题 这个顺序我们先调换一下 先判空 如果它不为空的话 再把它转过去数据集 然后我们这样 product重新来复制一下 我们getownconnection 然后下面它有一个heathen方法 在这个里面可以用于隐藏我们的summary 好 那么这样编写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heathen 有没有成功的临时隐藏这个summary 这里是有这个summary的 然后我们send一下 没有了 对不对 临时的隐藏了 好 那么你是在这里临时隐藏的 所以说它不会影响我们的 在product模型里面的一个设置 好 那么这样的一种写法 我们要来深挖一下它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和思路 第一个 还是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TP5提供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助手函数和方法 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但是这些功能的使用 一定要根据我们的业务来 也还是我说的这句话 这些小功能 小方法 这些都是工具 我们首先要用我们的目的来 目的来驱导 我们的目的是临时的隐藏这个summary 所以说我们就找到了 collecting这样的一种 collecting数据集这样的一种解决方式 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 大家一定要把它给搞清楚 好 那么第二个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集 可以很方便的实现我们的一些对于数据的处理的这样的一些功能 这个也体现了面相对象的一个强大 如果你直接是一组数据的话 你实际上来说的话 你是没有没有办法很好地去对这个数据 数据数据去做一些内置的处理 但是我们如果我们可以把一组这样的一个数据是同样的也视作成一个数据集对象的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你是可以在这个数据集对象里面再新增一些类似于黑灯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处理数据数据的方法 这个思维大家一定要掌握住 不要片面的认为一个product才能是一个对象 那么一组product它也可以是一个对象 这一点是要提醒大家的 好 那么这里我们总结一下 如果你有一组数据需要处理 那么你并不是一定是能用这个数据的形式来表示 我们可以灵活一些 我们可以把这个数一组数据视作是某一个对象下面的一个属性 那么这个对象除了包含了这一组数据之外 它还可以定义很多处理这个数组数据的方法 当然还是我们说的这样 你这一组数据对不对 如果你想处理的话 你可不可以定义一个公共的函数来处理 可以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用对象的方式来定义的话 这样它的类的类聚性会非常好 可读性也非常好 那么我们接着继续 这样的一种强制转换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我们有没有什么更优雅或者更好的处理方法呢 假如说我们能够让这个product的model 它获取的这样的一个product直接就是一个数据集的话 是不是更好 就不需要我们在这里强制转换了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TP5实际上它考虑的比较完善 我们可以通过在这个config里面配置一个变量 来让这个模型返回的自动就是一个数据集的形式 而不是一个数字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是哪个变量 应该我记得是叫result retintype 不在这个config里面 它是和数据库相关的 在database上 看一下 这个result3type 数据集返回类型 好 我们把它改成这样的一个connection 它原先定义的是error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 如果没有去做设计的话 它确实返回是一个数据 好 那么 完成了之后 配置完成之后 我们再到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地方给修改一下 这样的一句话 就不需要了 它直接就返回 这是一个products 好 然后 可南克性的也没有了 直接就是products 那么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断点 断点可能会更加的清楚一些 好 send一下 我们看一下反复的products 它现在是不是一个connection数据对象 是的 connection 好 我们走完 然后再看一下 一样的 它同样的可以把这个summer给隐藏掉 好 那么改成了这个数据集了之后 会有一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是关于这个判空的一个问题 假如说现在我们查询的这样的一组数据是不存在的 那么我们用这个改单号来判空的话可不可以 正不正确 我们要找一个例子 让这个模型查询出来的这个数据集是空 我们这个最近的可能不是很好得到这样的一个空结果 我们回我们看一下这个上一节课前几节课里面 我们写的这个summer 结果 我们访问一下 好 这个summer 结果是这样的 这个ids 我们这个数据库里面的id 只有123 三个这样的一个专题 然后我们把它传456 传456之后肯定就查询不到准备 这个地方其实已经表示出来的结果了 我们发送一下 它并不会像我们其他的接口一样 抛出这样的一个404的exampt以偿 而是返回了一个空数组 这个不符合我们的预期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原因是什么 我们到这个summer 结果这里看一下 在原来我们如果查询出来的数据的话 是用数据的形式返回的话 你是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判飞 让它进入eve里面抛出一个异常的 但是我们现在来考虑一下 如果现在这个result 它不是数据 而是一个对象的话 你对一个对象来判空的话 这个可不可以让它进入到这个eve里面去 不可以 我们之前也说到过了 如果我们改成了这样的一个数据集之后 查询结果 它是作为这个数据集下面的某一个属性的 如果没有我们要找的这样的一个相关ID号的summer的话 它不会使你的对象为空 它只会使你对象下面的某一个属性为空 所以说你对对象判空的是不对的 那么解决的方案是什么 TP5其实已经帮你考虑好了 我们之前说过了数据集它是一个对象 对象下面有很多个可以处理这样的一个数据数据的方法 对不对 那么除了这个配等之外 TP5还提供了一个exempty的方法 让你直接的就可以知道 你查询的这个数据集到底是不是空 好 那么改了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删着一下 好 成功的 又显示回来了 又抛出了我们的定义的这样的一个sum exception一场 好 那么这个sum这里我们把它给改了 我们看一下还要改哪里 还有我们product这里是不是也要对应的改一下 是的 products event 好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到底是使用这种 这种形式判空更加易懂一些 还是使用products 然后event更加的易懂一些 很明显 这种语义化的这种方法 肯定是对你理解代码更加有帮助的 所以说有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尽量的让代码可读性更强 那么就采用这种可读性更强的方式 这些其实就是一些细节 但是你说这些细节 讲不讲 我觉得如果注意到的话 肯定还是要讲一下的 因为我们去写一个代码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些细节处理不好 所以说造成了一些bug 所以说我能讲到的 就尽量给大家讲到 写代码里面 我觉得最容易出的问题 就是对于空值的判断 这个不管是在哪个语言里面 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对于空值的判断 你要想减少的话 首先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 你写多了之后 自然的你对于判空的出错情况 情况就会减少 但是我认为 这个空值的话 你也不用太着急了 因为很多时候 确实实实是很难把方方面面都注意到 但是有一点是要注意的 就是一旦出现了问题的话 马上来修改 逐步的来完善和迭代代码 好 那么本节课 我们主要是对这样的一些细节的处理 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